重量级八分之一决赛的A组赛 男子一百公斤级以上的自由搏击实战 这是老派江湖与新生代的一场厮杀 他不是罗德曼 他是罗曼 另一个坏小子 九龄后高KO 火力壮 三大破坏力 为他赢得赛场好名声 乌克兰坏小子罗曼 职业战绩十二胜三负九KO 业余战绩六十五胜十负三十四KO 乱拳打死老师傅 坏要坏得让人心惊胆战 但是有人不远万里而来 要给坏小子教训 他要证明 江毕竟老的辣 雷台之王 托马斯克龙 四次获得内台之王世界冠军 WKN世界冠军 WKA世界冠军 WMTA世界冠军 成竹在胸 智在必得 My favorite technique is knee I like knee and kicks You will see in China 2015 I come in I will have a new start 2015 首先让我们有请蓝方选手 来自捷克共和国的擂台之王 Thomas Kroon 欢迎 Kroon F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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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坏小子 我们是来自乌克兰的坏小子 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选手 首先是蓝方的托马斯 他是身高193公分 33岁 战绩是68 43平 22次KO 然后是我左手边红包的来自乌克兰坏小子 Roman 身高200公分 他的年龄比他对手要年轻 是23岁 战绩12胜3负9次KO 战绩的红包 战绩的红包 战绩200cm 823 他的红包 12负3负3负3 9K 战绩 从乌克兰 Roman The Bad Boy Kraiglia 好 好了各位可以看到此时此刻 两位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 而且现在他们脑子里面应该想的是同样的一个事情 10岁 有请场上裁判来自韩国的K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Please welcome our referee King from Korea 比赛开始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昆仑爵南京战的比赛现场 现在进行的是100公斤以上级的超重量级比赛 是由红方选手乌克兰的罗曼 对南方选手杰克的托马斯 我是现场解说中搜陈沛 我是蔡志贤 比赛马上开始 这也是一场巨人之战 采用的是自由搏击的规则 是 两位是东欧的巨人 一位是来自捷克 一位是来自乌克兰 哇 这位捷克的乌克兰的一个巨人啊 长得实在又高又帅 刚刚有一个直接一个高扫腿 那么这个Thomas 这个来者不善啊 他外号 这个响伟蛇 神兑的冠军 哦 这个出位了 这个 吸气马上是 哇 哇 我们的 这个响伟蛇 他是一个米兰战的一个K1冠军 他也是打过Gori的一个高手 结果 不会吧 不会吧 Gori的高手 K1的冠军 就这样倒在了 昆仑爵的台上了 又是 你看他的教练是白鹅的一个 特种部队的一个教官 大家见证了这个东欧的这些 哇 你看这一个高扫加一个重击 直接西撞上头 虽然是报架 报到了 但是从这个 报架的一个旁边钻进去 钻到他的下巴骨头这边 没想到这个 Roman的KO率这么高啊 直接就把这个 他妈是给解决掉了 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内 好了各位 有句老话说的好 叫全怕少壮 23岁的 红旁选手 只用了35秒 就KO了他的对手 Red Cutter Fighter Roman by KO 整个比赛感觉 就像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中搜集团的总裁 陈沛先生 为胜者颁奖 这位对手 是 有什么 对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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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是很困難的戰鬥 三個回合 我準備了一個長的戰鬥 但是… 太快 太快 但是… 太快了 太快了 對我 這都是我的錯 因為我經常有點低 他給了我高手 他很快 我失敗 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我都很快 但這就是一場的 是一場的 是一場的 我的戰鬥 是一場的 很高手 他很長 他很長 比我 很高手 他很高手 很高手 很高手 我選擇 他 我選擇 我的戰鬥 是一場的 從Ukraine 是一場的 很高手 是一場的 很高手 是一場的 我選擇 在中國 我選擇 第一場的戰鬥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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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新的戰鬥 是 2015 在河河河 這是很棒 謝謝 中國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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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